今日はリマビスタアンゼの衣装下地と こちらは散歩品として一般的に検討られている持続の下地 二つをご用意しました 那這邊前面規構準備了 在大家左手邊是リマビスタアンゼの 控油石像的裝潛隔離路 那另外一邊右邊这边呢 是一般在市售農家控油隔離庄 こちらをですね この瓶の中に入っているのは 皮脂と同じ成分でできているものです 那在這個玻璃瓶装的是 跟我們人体出油非常類似的人工皮脂 こちらの中にですね リマビスタアンゼの下地と 酸コウヒーの下地を混ぜてみたいと思います 那現在多数補償只要做的就是要把 我們量級的裝潛隔離露呢 還有市售的控油隔離霜 放到人工皮脂裡面去攪拌 それではやってみます 那現在大家要進行這個動作 分かりやすいように少し多めに入れてみます 那為了讓大家更清楚的知道 這個商品的效果呢 所以它加了比較多的量 放在人工皮脂に入れてみます そしてこちらの中にの を入れてみます 那我們在另外一罐的人工皮脂裡面 放進了一般市售的控油的冷酸 それをそれぞれ混ぜてみます 那現在大家把它分別的攪拌均一 分別的攪拌均一 不好意思讓它等一下 我們要讓它充分的攪拌 才是知道說它有多麼厲害的功能效果 そしてこちらも 那另外一邊我們來把市售的控油隔離霜 用同樣的方式攪拌在一起 それでですね これが混ざった後に どんな変化が起こるのかを 皆さん目で確かめていただきたいです 那究竟呢 我們把隔離霜呢 跟人工皮脂攪拌在一起之後 會發生什麼樣的事情呢 希望大家可以親自的就是 證實看它 那我們先稍微讓它這個 放置一小段時間 我們先跟大家說明一下 粉底類的技術的說明 稍微等一下 大家就期待一下 等一下會發生什麼事情 参考品の方はですね ちょっと見えますでしょうか あのこう振ってみますと まだ液体の状態で ゆるゆるっとした状態になっています 那我們看到就是 在人工皮脂攪加入 一般市售的控油隔離霜的話 它就是粉底跟油都混在一起 就是髒髒混濁的 液體的狀態 如果懂 稍微搖晃一下 它還在流動 整個是液體的感覺 ところがですね Primamisa Anjeはどうかと言いますと 那我們來看一下 Primamisa Anje的 妝前隔離霜 放到人工皮脂之後 會變成什麼樣子呢 一回返しても 汗が汗が来ないくらい 皮脂をちゃんと掛けてくれます 那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放到人工皮脂之後 因為它有固定皮脂的效果 所以它立刻就把這個油給鎖住了 所以它其實把它倒過來 它油有溫定露下來 これがPrimamisa Anje大きな鉄道の 結晶技術が強いということになります 所以這就是Primamisa Anje 它最厲害的一個固定皮脂的技術 他最厲害的一個固定皮脂的技術 所以這就是Primamisa Anje